睡到一半 听到窗外吵杂声 民宅女主人拉开窗帘 满是疑惑 隔壁邻居的房子冒烟了 围观的民众看得心急 叫隔壁住户快下楼 而同一时间消防队 也赶紧破坏铁旅门 进入冒烟民宅查看 初步研判疑似一楼电线走火 幸好伙势没有蔓延到二楼 而屋主夫妇也平安无事 呆新闻南投 综合报道